第八百九十五章牛刀小事 啪 啪 啪 实际上掌声并不热烈 只有果然一个人在鼓掌 龙晨一阵无语 怒道 你押来装逼 管我毛事 嘿嘿 老大 您让我出来装逼 我已经装完了 接下来该是您大展雄风的时刻了 小弟哪敢抢您的风头啊 果然一脸嬉笑道 你自己出风头不是更好 龙晨不解的道 这小子竟然学会低调了 嗨嗨 整天沐浴在您的光辉下 每日聆听您的教诲 小弟心中的戾气已经化解了 出门在外 以何为贵 怎能轻易与人交手 果然见龙晨一脸鄙视的神情 急忙转口道 嗨嗨 我的实力您又不是不知道 这一出手就要花钱 我要做一个勤俭持家的男人 龙晨总算是听明白了 这小子手里绝对有钱货 但是不舍得用 他的很多攻击都是一次性的 不光打造的时候烧钱 而且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他有些舍不得 而且那个赤血熔原一族带头的强者 明显就是一个硬茶子 他牙口不太好 犹豫了半天 最终还是不装逼了 免得脸上牛逼 心里苦逼 混蛋 居然敢戏耍我们 一位赤血熔原一族的强者怒吼一声 一步跨出 手中长刀对住龙晨和郭燃当头斩落 在他发动攻击的时候 静风呼啸 声势极为害人 这就是辟海静强者的恐怖 凌人充沛 随手一击都可崩山岁月 郭燃急忙倒退 啪 一只大手终结了长刀的威风 龙晨的一只手附后 一只手探出 就那么抓着那人的长刀 之前恐怖无匹的刀器 在龙晨的大手之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大就是老大 空手入白刃 好牛逼的手法 果然躲在远处 嘿嘿一笑 这姿势太帅了 感谢师兄两次出手相救 小妹 那两个女子 见果然退过来急忙道谢 免了免了 你们可以走了 老大出手 必然惊天动地 你们待会要是被活活震死 那就太冤枉了 郭燃微微一挥手道 她眼睛却始终盯着龙晨 那两个女子 对视一眼 眼中明显带着一抹失望 显然郭燃对他们并不热情 或许他们之前的作为 太过令人不耻 二人也不说话 对住郭燃行了一礼 就那么离去了 对于二人的离去 郭燃并没有太多关注 她的心神 全部都放在了龙晨的身上 她要认真学习 终极装逼必杀戟 龙晨单手接住那人的兵器 就好像捏着一个小孩子的玩具一样 要知道那可是一把宝器啊 虽然是一把下瓶宝器 但是锋锐程度 绝对吓人 但是龙晨徒手抓取 连龙晨的表皮都无法割破 龙晨终于体会到了实力暴涨的喜悦 跨入屁海 四星圆满 龙晨的肉身力量已经堪比宝器了 不需要任何防护 徒手接宝器 这种感觉太好了 赤血荣原一族的强者们吓了一跳 他们并不知道龙晨 或者只听说过名字 并不知道眼前的人就是龙晨 赶小瞧于我 混蛋 找死 那赤血荣原一族的强者大怒 这是一种赤 裸 裸的蔑视 更是对赤血荣原一族强者的羞辱 那人怒吼一声 全身气势爆发 身后狂暴的能量涌动 赫然是屁海镜强者专有的意向 在意向之中 双色符纹流转 那是他作为一名二品天行者的证明 随着赤血荣原一族的强者全力爆发 大地不停地抖动 可是他的长刀始终无法夺回 甚至连动都不动一下 太弱了龙晨摇摇头 咔嚓 忽然一声爆响 龙晨大手一用力 那把宝气级的长刀 竟然被龙晨徒手折断 噗 龙晨手中半截长刀 贯穿了那赤血荣原一族强者的头颅 血雾漫天 一击秒杀 杀 赤血荣原一族的先天三品天行者 终于脸色大变 他看出了龙晨的恐怖 直接出手 周身气浪滚滚 全身鳞片发光 一圈对住龙晨砸来 强大的力量 竟然令空间扭曲 咔嚓 龙晨也是一拳击出 结果那人被龙晨一拳砸飞 恐怖的力量 直接将他身后赤血荣原一族的强者 给震得骨断惊蛇 晕死过去 那赤血荣原一族的先天三品天行者 手臂变形 显然被震断成了好几节 他不禁心中大害 要知道 他们赤血荣原一族是出了名的防御强横 他们的皮肤 有着抵消一定外力的作用 可是依旧被人一拳砸断 你们出两招了 该轮到我了 龙晨手臂高高举起 一拳击出 拳风激荡 虚空轰鸣作响 这一拳的威压 封死了那赤血荣原一族的先天三品天行者的所有退路 只能硬挡 那赤血荣原一族的强者脸色大变 在龙晨出拳的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的头皮都要炸开了 好像感觉一头远古蛮龙复苏 对他杀来 赤血精深 赤血荣原一族的强者危机时刻大吼一声 全身金色符号流转 这是赤血荣原一族的最强防御招数 为了防御 而放弃了攻击 轰 龙晨这一拳那是权力失为 没有任何保留 他想试试自己现在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结果一声暴响 赤血荣原一族的强者格挡了双臂 被龙晨一击崩碎 而龙晨的拳头依旧砸在了他的胸口 那赤血荣原一族的强者 一脸震撼地看住胸口的拳头 一动不动 气海未固 术法不纯 有力不会用 白浪费我力气龙晨摇摇头 缓缓收回了拳头 依旧副手而立 你 是 谁 赤血荣原一族的强者艰难得到 此时他的声音就像刮铁一样难听 轰 可惜他等不到龙晨的回答 身体瞬间爆碎成飞灰 就像是一尊雕像崩碎一般 十分的诡异 老大 你这也太强大了 好家伙 一击秒杀啊 果然看住地上的碎屑 不禁惊害到 这老大是越来越变态了 这家伙刚刚进入辟海 还不能真正使出辟海境强者的实力 所以才被一击秒杀 辟海境强者最强大地方 是可以催动术法 引动天地之力 而这群家伙 等不及稳定境界 就出来泄欲 不死就奇怪了 不过 你千万不要因此就小瞧了古族 这个赤血荣原一族的白痴 他们应该有很多强大的传承术法 辟海境是他们战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境界 这些白痴 连传承术法 都等不及去修行 就出来扯犊子 所以杀他们 实际上是白费利器 探不出古族的真正实力 龙尘摇头道 果然点点头道 没错 其实他们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那些踏入了四品天行者的家伙们 传闻四品天行者 对于三品天行者有着极大的压制 已经进入了另外一种能量形态 如今一下出了那么多四品天行者 恐怕万古路要大乱了 很多人都想在万古路里称王称霸 灭杀一己 趁机立威 见果然有些担忧 龙尘笑道 啪个鸟 咱们兄弟纵横天下 拒过谁 不就是四品天行者吗 见面照样提报 他们的卵蛋 放心吧 有我呢 嘿嘿 我就知道老大你最牛逼了 说实话 我今天终于发现 我为什么学不来老大你装逼的风格了 果然黑黑一笑道 怎么说 因为我装逼 您那是牛逼 我装逼是因为怕别人不知道我牛逼 而老大你 已经牛逼掉扎天了 根本不需要装逼来证明自己 所以我以后 决定不模仿你了 也模仿不了 我还是走我自己的装逼路线 果然一脸的顿悟之色 你特么这辈子就指望装逼活着了 龙尘骂道 这特么也太没出息了 那我不装逼怎么办啊 你那么牛逼 我们跟你混 不装逼 谁能看出来我们牛逼 果然委屈道 卧曹 龙尘看住果然 竟然半天找不到此语反驳他 这小子的歪理 貌似有几分道理的样子 难道装逼也是一种修行 果然伸手将昏死的家伙顺手解决掉 并把他们身上的宝贝洗劫一空 两人继续上路 连续奔行了很久 都不能看到有活动的人影 貌似除了赤血熔原一族的白痴 没有人愿意在这个关键时候浪费时间了 在路上 果然顺手击杀了两头七肩魔兽 那是行龙的口粮 果然这段时间 已经成为了一个合格的饲养员 照顾的行龙 跟照顾自己的老婆一样无微不至 奔行了大半天 前方出现了一片庙宇 不过庙宇都已经崩塌 形成了一片断壁残垣 十分的荒凉 在一片断壁残垣之中 有一尊巨大的雕像 虽然已经崩碎 只剩下半截身躯 依旧庞大的骇人 在半截身躯上 一头巨大的地形龙 正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让龙臣震惊的是 这头地形龙 要比郭然的那头 还要大上一大圈 而且气息竟然达到了六阶 当龙臣和郭然到来 那地形龙 陡然站起 怒视二人 果然急忙扔下一头魔兽 贿赂一下 那魔兽立刻乖乖地 一开身躯 露出下方一个洞口 尼玛 这也太坑了 还要收门票 龙臣一阵无语 老大 你下去吧 我出去再弄点食物回来 小家伙的饭量太惊人了 果然说完 就直接跑了 龙臣顺着那个通道向下 没多远 就看到了一个大厅 刚刚走入大厅 一阵相风袭来 一双玉手紧紧固住了龙臣的腰 龙臣一把将相驱 揽在怀中 大嘴不顾梦琪的躲闪 对住他的阴唇狠狠地印了过去 第896章寻找 不要 梦琪忽然一声惊呼 翘脸红云满步 娇羞无限 但是玉手死死地抓住龙臣作恶的大手 就知道不会成功的 事实证明龙臣对于不利的判断 十有八 九都是正确的 除了轻轻抱抱 再进一步就被逮到了 龙臣 不要让我为难好吗 否则我没脸见其他姐妹了 梦琪抱住龙臣 美目之中全是恳求的神色 但是春意动人 却更加让人保持不住 龙臣一阵无奈 只得放开梦琪 不过对于梦琪 龙臣越来越难以把持了 因为龙臣可是在灵界 跟梦琪洗过鸳鸯浴 见识过梦琪那完美无暇的动体 正因为看见过 才更加难以自拔 看得到 却吃不到 这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刑罚 如果龙臣哀求一下 或者用一点手段 以梦琪善良的性格 龙臣很容易会得手 但是龙臣不能那么做 龙臣爱他 就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 就算龙臣自己也不可以 爱很多时候需要牺牲 才能表达出爱的真谛 龙臣对不起 梦琪见龙臣不说话了 不禁有些歉意的道 莎西夫尔 为什么要道歉 明明是我的错 龙臣在梦琪光洁的额头上 轻轻地亲了一记 轻笑一声 梦琪实在太善良了 梦琪取出一条光滑的毛毯 帮龙臣脱去鞋子 就像一个温柔的妻子 伺候丈夫一样 弄得龙臣心中又感动 又歉意 但是实在不忍心拒绝 梦琪的温柔 梦琪取出了一个小小的茶几 给龙臣沏茶 同时讲述了一番自己的经历 当讲到刚进万古路没多久 就遭遇鸡肠空 这个家伙嘴巴很臭 就连梦琪脾气这么好的人 都对他起了必杀之心 召唤出赤木圣血黄 差点就把这个白痴给干掉 如果不是他身上 有强大的魂器护体 早就消失在万古路中了 从那以后 梦琪遭遇了几次袭击 让龙臣愤怒的是 袭击梦琪的人中 竟然大多数都是正道强者 一开始 梦琪还不忍心下杀手 但是后来 他发现越来越多的人 竟然把他视为猎物 他终于怒了 召唤出赤木圣血黄 结果那些家伙就悲剧了 进出过几次试炼地 但是都没有什么收获 无意中来到这里 发现这个废墟地下 既然有无数的魂道传承 他就留下在这里参悟了 当问及他的七海多少里的时候 梦琪的回答是万里 龙臣就放心了 万里是一个极致 像过然这种奇才 龙血军团里 有一个就够了 当问及赤木圣血黄时 梦琪告诉龙臣 赤木圣血黄出去打猎了 是给的行龙打猎 如今赤木圣血黄 在梦琪的培养下 已经到了七阶巅峰 就算是遇到辟海竞强者 也有能力自保 如今大家都在辟海 他独自外出 没有任何问题 正因为有赤木圣血黄 地形龙才能够成长得如此之快 龙臣你进来之后 都发生了什么 梦琪把刚刚沏好的一杯茶 递给龙臣问道 我 我比较命苦啊 龙臣不禁感慨 跟梦琪相比 他太忙碌了 龙臣把自己的经历 简单讲述了一下 从刚入万古路 击沙水关之开始 一直讲到这次天节 那四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梦琪吃惊地问道 谁知道呢 虽然都是白痴 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强大 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是因为雷杰特殊 坑了他们一把 如果凭真实战力 现在的我 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问过天目大人 但是天目大人避而不谈 只说让我以后要注意 那些人 是屹立在天才绝颠的人物 后来我猜想了一下 从他们那个白痴语气 和与生俱来 用鼻孔看人的行为 这四个家伙 很有可能是 传说中的真天行 也就是九品天行者 龙辰道 梦琪一经 天行者分为 真天行和伪天行 八品以下的天行者 都是伪天行 只有九品天行者 才是真正的天行者 可是这种人物 都是传说级的 甚至让人觉得 这样的强者 是否存在这个世界上 龙辰 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 他们的身份 依旧要跟他们对筑干 梦琪有些无奈地道 知我者 媳妇也 龙辰一挑大拇指 黑黑笑道 讨厌 不许胡闹 要我说 你的脾气太暴躁了 怎么一点后果都不顾忌 这样早晚要吃亏的 梦琪苦口婆心地道 没 办法 就这脾气了 你不知道 当时把我气的 我都想把他们活活咬死 龙辰现在想起来 依旧一肚子的火 太特们能装逼了 龙辰最看不惯 比他还能装逼的人 最重要的是 这群人就是为了装逼 连累月小倩损失精血 就算重新来过一万次 结果必然都是一样的 龙辰不跟他们拼命 就不叫龙辰了 那个月小倩在九龄秘境的时候 能为你舍命抵挡攻击 倒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女子 梦琪道 龙辰脸色一喜 本来龙辰是试探着 把月小倩给招供出来 就是想看看梦琪的态度 好媳妇儿 你不会反对 我跟月小倩的事情吧 龙辰拉着梦琪的御手 一脸讨好的道 她对你情深意睹 能为你 舍弃性命 更怕连累你 而苦忍相思之苦 如此女子 我又怎么会反对 梦琪摇头道 媳妇 你真是太好了 性情豁达 胸襟宽广 你真是我的闲内柱 龙辰兴奋地抱着梦琪 狠狠地亲了一口 她就知道 梦琪为人善良 最好说话 只要她不反对 这件事就没有什么阻力了 不过 你还是暂时不要告诉婉儿 这丫头体内的灵源 是风属性的 性格也是风风火火的 直来直去 如果让她知道 她会不开心地梦琪提醒道 那怎么办 直里包不住火啊 龙辰一呆 傻呀 你跟小倩不是约好了合作吗 等到以后 自有见面的机会 到时候 大家相处得熟悉了 再把事情挑明了就行了 婉儿并不是蛮不讲理的人 只不过性格太过直率 你如果单独跟她说 她会认为你花心 主动勾引人家 等到大家熟悉了 都 成了好姐妹 就不会有任何排斥感了 甚至就算你不提 婉儿都有可能会帮你拉拢了 婉儿就是那个直爽的性格 吃软不吃硬梦琪白了龙辰眼道 媳妇 你真是太好了 让我轻轻龙辰激动之下 撅住大嘴就伸过去了 不行 你会得寸进尺的梦琪玉手捂住龙辰大嘴 轻叫道 不会 不会 绝对不会 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感激之情 才不信你的鬼话 这是你第17次这样说了 前面16次 我都上当了 休想 结果是龙辰最终也没能得逞 但是龙辰的心中对孟琪十分的感激 孟琪颇有正宫之风 如果自己是皇帝 孟琪绝对是皇后的最佳人选 孟琪问及龙辰最近有什么打算时 龙辰告诉孟琪 他现在要大量炼制七蕊戎海丹 要把大家在进入辟海一重天前 把辟海都开头到极限 按照理论上来说 出海初步形成后 在丹田内有一段时间凝聚期 这段时间是可以通过丹药进行二次辟海 据说只要丹药够强大 再进入辟海一重天前 汽海的容量可以增加三成 三成 那已经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数字了 这对所有人修行者来说 那就是命啊 不过这都是理论上 丹药的品质决定了一切 所以龙辰过来 是需要急得行龙的本命之火一用 龙辰会把这行龙的本命之火抽取出来 当作自己的丹火来用 但是的行龙在这段时间会衰弱一阵 进入昏迷假死状态 不过没办法 龙辰的地火还在沉睡 无法炼制更高品质的七蕊戎海丹 所以当天 龙辰就开始用地行龙的地龙晶岩开始炼丹 他需要的是九炫七蕊戎海丹 只有这个品质的丹药 才能让大家的二次辟海达到完美 普通强者 二次辟海 能够增加一成容量已经非常不错了 而龙辰力求将效果达到最大 故而众人全部都用最好的丹药 龙辰七日七夜 不眠不休 连续炼制出了六百多颗九炫七蕊戎海丹 和两千多颗八炫以下的丹药 龙辰让锅燃火速把这些丹药分配出去 这些九炫丹足够大家达到极致 而且应该还有不少剩余 其余的那些丹药 龙辰就收起来了 这些丹药是不准备给大家吃了 以后可以留住脉 换取更多的资源 毕竟七蕊戎海丹 外界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其货可居 将地龙晶岩还给的行龙后 龙辰还把自己体内饲养的一些受货 一并送给了地行龙 来补偿他的损失 这非但没有影响他的成长 还会让他的本命之火 威力更加强大 龙辰 你不打算跟我们一起闭关 孟琪问道 龙辰叹了口气道 宋明远和李奇这两个小子 不知道跑哪里去啊 我不放心 我准备去找他们 可是 孟琪欲言又止没什么可是的 他们是我的兄弟 我就要找他们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否则我不配老大这个称呼 龙辰轻轻抚摸着孟琪的脸颊道 我知道 我脾气很操旦 甚至有点蠢 但是这个性格真的没办法改变 否则我心里永远不踏实 你放心 我的气海跟你们不同 但要无法脱海 所以这段时间 大家安心提升 我最合适去找他们 安排好了这边的事情 嘱咐大家安心修炼 龙辰带着过然给他的感应装置 离开了孟琪的所在地 他现在最希望的是 两个家伙的命足够大 第897章找到线索 连续奔波了三天 龙辰身上的感应装置 依旧没有半点波动 为了搜索两个人可能离去的方向 龙辰做出了九条预测路线 这九条线路线 是试炼的的必经之路 龙辰把这些试炼之地 以万寿之森为中心 辐射开来 制作出了他们最有可能经过的九条线路 可是三天里 龙辰连续探查了八条线路 却始终一无所获 如果第九条还没有收获 龙辰需要每条线路继续延伸 那样耗费的时间将会更长了 算算时间如今进入万古路 已经七个多月了 还有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万古路就要关闭了 龙辰的时间很紧 如今所有高手都在折服 等待破茧成蝶 成就王者 到时候万古路必然会有一场混战 到时候正邪两道 又会将血战长空 而这次正道明显太弱了 自己又跟血忧结下了大仇 恐怕这次跟血忧之间 将有一场彻底的了结了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对手 龙辰从未恐惧过 唯一让他害怕的 就是失去自己的兄弟 所以他必须找到二人 就算两人已经死了 龙辰也要把他们的骸骨带回去 不让他们沉睡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 一天后 龙辰脸色阴沉 第九条路上 感应装置依旧没有任何波动 在万古路这么大的区域 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这九条线路 只能说是两人选择的概率较高 但是具体的 谁又说得清楚 龙辰站在一处荒漠之前 在这荒漠下方 就是一处失恋地 但是龙辰没有心思进去查看宝物 果然制作的感应装置 方圆万里内 就会感应到李奇等人身上的波动 在这里感应不到 就说明他们不在这里 龙辰不得不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懊恼的心情平静下来 准备重新制作一套线路 嗡 就在这时 忽然空间震颤 一道光影冲天而起 恐怖的力量 崩碎了虚空 令天地轰鸣 对住龙辰展来 这一击几乎贯穿了时空 如此恐怖的攻击 竟然事先没有半点征兆 如天降神斩 欲将龙辰一击秒杀 龙辰大惊 这恐怖的攻击 怎么事先没有半点征兆 从龙辰感应到对方的攻击 只是眨眼的功夫 对方就把能量提升到了一种恐怖的境地 这是一种违背定力的攻击 不需要引导 就发出料如此恐怖的攻击 呼 心随念动 血影在手 全身体内凌元翻滚 注入血影之中 头也不回 一刀对住身后斩落 轰 天地巨震 大地崩碎 龙辰弹绝手臂巨震 身不由主地被震飞 如同一道流星一般 从地面划过 被震飞到千里之外 龙辰心中大害 这是什么人 竟然如此恐怖 要知道如今他可是晋升到了屁海境 力量已经到了一种近乎变态的地步 什么人可以将他震飞 刷 陡然间一片剑光 席卷诸天 如群星陨落 耀眼生灰 无尽的死亡气息将龙辰笼罩 那剑光之中 蕴含着无尽的杀机 龙辰心中一震 他知道遇到了极为恐怖的对手 手中长刀挥舞 在身前布下重重刀网 当当当 无尽的剑影 撞在龙辰的刀网之上 发出震天爆响 那恐怖的力量 震得龙辰手臂发麻 不停地暴退 当漫天剑影消失后 龙辰终于看清楚了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家伙 可是不等龙辰仔细打量 一道剑影竟冲天而起 刺入天穷 崩碎四方云朵 带着无边的气势 和无尽的杀意 再次对着龙辰 再次对着龙辰斩来 宛若魔神之刃 斩杀众生 龙辰剑眉倒树 一声断鹤 背后神环涌现 直径千丈的四色神环出现 撑开了天地 崩开了万古 一股恐怖的气息 辐射万古苍穹 龙辰手中血色长刀 指向虚空 无尽的血色符纹生腾而起 霞光万道 神音隆隆 开天第二事 轰 刀影与剑影撞在一起 发出一声震天暴响 这是惊世的碰撞 虚空泛起大面积的光幕 不停地扭曲 声势害人 吃吃 一击过后 对面那人身上的斗篷 因承受不住如此恐怖的力量 被撕成碎片 露出了真面目 当看到来人的真面 龙辰不惊一呆 身材恶挪 长身玉立 一头长发如同瀑布一般 垂落腰间 桃脸欲塞 肤白如玉 一双海蓝色的眸子 如同宝石一般闪动 又似九天繁星落入其中 那是一种不应该出现的美 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才有这种气质 冷月炎 龙辰看住冷月炎不惊一呆 不过随即大怒 你特么有病啊 因为之前冷月炎出手 丝毫不容情 尤其最后一击 蕴含的杀意 根本骗不了人 他真的要杀龙辰 冷月炎美目流转 精致的嘴角 勾起一个动人的弧度 缓缓将古剑插入背后 轻笑道 不要这么生气嘛 我不是说了吗 我要杀你的 之前跟你打过招呼的 你 我警告你 你离我远点 现在的我 可不是原来的我吗 你在惹我 我告诉你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我要是急眼了 有时候连自己 都打龙辰怒斗 对于这个女疯子 龙辰 打心里鸡蛋 因为他骇然发现 冷月炎也进入了屁海境 而且他的灵源 十分诡异 跟以前不同了 里面蕴含着 无尽的死亡之气 夺人心魄 而且灵源之中 带着某种说不清 道不明的能量 跟他交手 好像背后 有着一尊死神盯着一般 让人十分的难受 这是一种 十分诡异的感觉 哥哥 龙辰的话 引得冷月炎一阵娇笑 翘脸如桃花绽放 你确实跟以前不同了 从刚才的试探中 我就感应到了 你很不错 本来我 这次是来杀你的 因为我的事情办完了 准备离开了 所以看看离开前 能不能把你干掉 不过呢 貌似你的成长 超出了我的预料 如果全力相拼的话 我们或许会两败俱亡 这个结果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呢 现在我只能跟你告别了 你要走了 那太好了 嗨嗨 我的意思是 你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了 毕竟一个大姑娘 在外面抛头露面 影响不好 不如看到合适的 找个人嫁的算了 别整天打打杀杀的 龙臣苦口婆心的劝道 冷月言嘴角挂着一次笑意 看住龙臣道 你不要太过侥幸 你是我看中的男人 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目标 以后你就是我的理想 是我生活的支撑 另外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这次进入万古路 我搜遍了所有区域 终于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我回去后 会进行一次闭关 等我出关之日 我会再来与你相会的 说到后来 冷月言对龙臣眨了眨眼睛 本来这是一个十分友好 俏皮和暧昧的动作 尤其是一个爵士美女施展出来 绝对让人赏心悦目 浮想连篇 可是龙臣却感觉头皮发麻 脊背发冷 听口气 这个疯子进入万古路 是有目的的 而且如今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个目的很有可能 跟修行有关 也就是说 等冷月言出关之时 你真的一定要杀我吗 龙臣叹了口气道 是的 那是我人生最大的目标 冷月言道 语气十分的坚定 如果有一天 你死在我的手里 你会不会后悔 龙臣看住冷月言 十分认真的道 不后悔 能够死在我认可的男人手中 这是最好的归宿 冷月言同样看住龙臣 蓝色的眸子之中 同样充满了坚定 龙臣叹了口气道 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 冷月言诧异 我的命不是我的 我的命属于我的红颜之己 属于我的热血兄弟 属于身边每一个爱我的人 你如果杀了我 他们会伤心 会难过 会痛苦 那 是对他们最大的伤害 我龙臣绝对不允许 任何人伤害我身边的人 所以当你下次 在出手杀我的时候 我会全力出手将你击杀 绝不留情 龙臣看住冷月言 脸色平静的道 龙臣是认真的 如果冷月言战力不那么恐怖 龙臣或许不会杀他 但是冷月言 有着他于死地的能力 所以龙臣即使在多情 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 去开玩笑 更不会拿红颜兄弟们的情感 开玩笑 他开不起这种玩笑 冷月言美目盯着龙臣 两久之后 才叹了一口气道 龙臣 你是我见过最出色的男人 可是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 或许这很自私 但是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不自私 包括神在内 或许你不理解 或许你认为我是疯子 但是只要你能够一直活下去 你就会明白 这其中的缘由 这是一种很荒谬的 理论 龙臣无法理解 但是东荒中说过 他有不得已的理由 钱粹随他去吧 龙臣不是什么烂好人 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不管对方有什么理由 只要想杀他 他就会强势反击 绝不留情 这次就当是对冷月言的最后警告吧 你要小心了 血游他们进入四品天行者后 血脉之力全面觉醒 战力会变得极为恐怖 可惜住击离开 否则我真想会会他 你是我的 你只能死在我的手里 千万不要被别人给宰了 冷月言喻手伸出 轻轻帮龙臣整理了一下 微微凌乱的衣领道 感受着冷月言的动作 让龙臣竟然受宠若惊 这个杀神一样的存在 竟然也有温柔的一面 滴滴 当冷月言离去后 龙臣半嗓都没有反应过来 忽然一阵轻轻的叫声将龙臣给惊醒 他们竟然在这里 龙臣忽然一声大叫 那感应装置 竟然有反应了 第898章土灵珠 龙臣急忙打开感应装置 发现一个小小的箭头 正显示出微微的波动 急忙顺着箭头方向奔去 刚刚奔出树里 龙臣不得不停下脚步 因为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渊 比当初龙臣和冷月言 误入的那个深渊更加的大 该不会 龙臣静一不定地看住感应装置 当走到深渊边上的时候 龙臣不禁心头一沉 因为那箭头正指着深渊下方 两个家伙掉下去了 龙臣心头一沉 这下事情大调了 如果两个人掉下去 就算有一万条命 也不够用 当初龙臣和冷月言两个人拼尽全力 通力合作 机缘巧合下 才逃得一命 两个人离开的时候 只有先天静 根本没有活下来的可能 想到这里 龙臣脸上浮现一抹黯然 虽然知道两个人 活下来的机会十分渺茫 但是龙臣依旧坚持 可是如今得到这个结果 他似乎感觉无法接受 不对 龙臣忽然一声惊叫 如果两个人落入深渊底部 那恐怖的空间之刃 早就将他们斩成鸡粉了 就算是感应装置 也不可能留下才对 他们肯定在下面 龙臣心头一跳 看住深渊 不禁一咬牙对住东荒中道 前辈 如果我下去 你有能力把我带回来吧 这个倒是没问题 但是 我只能为你出手一次 你可要想好了 为了两个活着希望极为渺茫的人 牺牲一次救命机会 值得吗 东荒中郑重地道 当然值得 为了兄弟一切都值得 明知道他们在下面 如果不看一下 我绝不甘心 就算找到的是他们的尸体 也绝对值得 龙臣道 发觉有时候你聪明的吓人 有时候却又蠢得不可救药 不过我很喜欢你的这种愚蠢 东荒中回应道 声音之中带着一丝欣慰 同时也带着一丝钦佩 这么说 您没问题了 龙臣道 当然没问题 我可是东荒中 就算是如今落魄了 这点小事情 还是可以办到的 东荒中淡淡的道 不过语气之中 显然带着特有的傲义 那好 我下去了 你就安心地去吧 东荒中道 安心地去吧 龙臣一阵无语 怎么这句话 听着就那么不吉利呢 换个说法 有我在 你就放心地去吧 东荒中 庞府也发觉 语气有些怪 改口道 这有区别吗 龙臣一阵翻白眼 难道古代人 都这么沟通的吗 你到底下不下去 东荒中路道 龙臣纵身跳下深渊 这次龙臣全身戒备 尽量控制自己的下降速度 同样的 龙臣发现 果然这个深渊也一样 只能下 不能上 跳下去就上不来了 龙臣缓缓下降 越来越深 越来越暗 龙臣骇然发现 这个深渊比上次 他们遇到的那个更深 当头顶上方的一线天 都已经看不见的时候 下方依旧没有任何波动传来 又下降了一个时辰 终于出现了空间波动 细小的空间之刃 开始缓缓波动 不过这种空间之刃 非常温柔 就好像羽毛一般 并不具备什么杀伤力 而且踩在上面 可以放缓下降的速度 甚至可以随着它 在空中飘动 随着不停的下降 龙臣渐渐地感觉不对了 下方竟然传来 微微的轰鸣声 听声音 距离很远 可是一股恐怖的能量 却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又下降了数百里 周围的空间之刃 发出的波动 开始厉害起来 但是龙臣依旧没有发现 宋明远和李奇二人 但是感应装置 却波动得越来越厉害 显然距离二人 越来越近了 随着龙臣的继续下降 空间波动越来越大 空间之刃 也开始流转起来 如同一把把风锐的小刀 开始来回流动 龙臣不得不取出血影 开始抵挡那些空间之刃 不过这次龙臣可没有那么狼狈了 那些空间之刃 对龙臣并没有太大威胁 血影挥动 空间之刃纷纷崩碎 在前面 龙臣忽然发现 下方有着一座巨大的古塔 长到数百里 塔尖斜斜地插在深渊的边缘之上 并没有落入谷底 龙臣急忙协助奔向那座高塔 果然在龙臣跳上高塔之后 感应装置的波动越发的急促了 二人必然就在这古塔之中 如果没有这座古塔 二人跌入深渊底部 必然会被空间之刃卷成积粉 什么都不会剩下 龙臣跳上古塔 因为古塔是到处扎入深渊崖壁之上的 龙臣一路向下 直奔塔尖奔去 这一路上 龙臣发现 整个古塔都裂开了 显然经过这么恐怖的高度落下 没有完全崩碎 已经说明这座古塔异常坚固了 龙臣甚至看到了地面灰土上的脚印 这让龙臣不禁大喜 这显然是两个人的脚印 不用想也知道 是两个家伙落下来之后 跳上了这座古塔 向深处跑去了 宋明远 李奇 龙臣一声断鹤 声音很大 可以穿过古塔任何一个角落 可是却没有听到二人的回应 而且也没感应到二人的生命气息 这让龙臣心头一沉 急速向前奔行 直接奔到塔尖的时候 龙臣发现了两尊泥土雕像 宋明远 李奇 龙臣大惊 那两尊泥土雕像 正是宋明远和李奇 此时二人站在那里 周身已经被泥土包裹 彭腹两尊泥像 生命气息全无 土灵珠 这塔里面竟然有土灵珠守护 可惜阵法被破坏 土灵珠无人看管 竟然诞生了灵质 要吞噬二人的惊魂 东荒中开口道 龙臣这才看到 前方有着一个巨大的球体 直径约有一丈 周身布满了灰尘 十分的怪异 龙臣刚刚进来 陡然间脚下被吸住 紧接着一道强大的土之力 将龙臣包裹 一瞬间形成了 跟宋明远和李奇一样的泥人 那泥土之中 竟然蕴含着强大的能量 将龙臣包裹之后 龙臣彭腹被埋入万丈泥土之下 无尽的压力袭来 让龙臣无法动弹 开 轰 一声暴响 龙臣周身的泥土爆碎 这种力量很强大 或许可以困住 辟海境天行者 但是对龙臣来说 远远不够 崩碎了泥土封印之后 龙臣双手伸出 点在二人的眉心之处 泥土崩碎 龙臣的指头贴在二人的眉心 好好 灵魂隐藏在泥丸之中 并未散去 龙臣不经大喜 所谓的泥丸 既然脑中前后左右 最中心的位置 也被称为泥丸宫 是修行者灵魂之力 诞生的源泉 之前那泥土封印上来的时候 龙臣就感应到 那泥土之中 有着一种特殊的力量 要吸取人的神魂 而宋明远和李奇 显然无法对抗这种吸取 钱翠将自己的灵魂 封印在泥丸宫内 让自己进入一种假死状态 只有这样 才能延迟那力量 对他们灵魂的吸取 不过就算两人 把灵魂之力 封印在泥丸宫内 依旧无法阻止被吸取 不过却能够大大地 争取时间而已 此时 两个人的灵魂之力 都虚弱异常 灵魂之火急于熄灭 故而龙臣在外面 根本感应不到 他们的生命气息 龙臣霜 支点在两人的眉心 庞大的灵魂之力 缓缓进入二人的泥丸之内 滋养住他们 即将熄灭的灵魂之火 飞着龙臣的动作 两人的灵魂之力 如同前河了万年的和田 终于得到了滋养 缓缓恢复 不过在两人恢复的同时 龙臣输入的灵魂之力 却被另外一种力量 吸取了不少 龙臣能够感觉到 龙臣的灵魂之力 竟然被吸入远处的 那个巨大的圆球之内 龙臣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没有理会他的吸取 还愿由他随意吸取 继续不停地 向两人灌注灵魂之力 二人的灵魂之力 异常虚弱 龙臣不敢一次性 输入太多灵魂之力 怕把他们的灵魂之火 给湮灭 老大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 两人的神魂才被唤醒 当看到龙臣 站在他们的面前 不禁又惊又喜 又是惭愧 把灵魂之力 恢复到极致 龙臣沉声道 虽然两人行转 但是灵魂之力 依旧匮乏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到巅峰 老大 我们对不起你 李七有些惭愧的道 他感觉自己太没用了 原本想变强大 结果竟然还要给龙臣添麻烦 兄弟之间 不说没用的屁话 我也挺佩服你们的 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是怎么下来的 龙臣一边灌输灵魂之力 一边问道 他很纳闷 两个家伙想强大 想疯了 学传说中的跳崖 获得机缘 是月千山 那个乌龟王八蛋 他跟赵无杰二人 联手追杀我二人 我们敌不过他们 才被陛下这深渊的宋明远怒道 显然对二人恨之入骨 但他们不是那二人的对手 行了 也别咬牙切齿了 想要报仇 出去之后再报 见着他们两个 直接捏死就是了龙臣孝道 两个家伙也是够倒霉的 刚刚进入万古路没多久 就掉坑里了 在这里被荡城泥人 封在这里 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他之前不过是一品天行者而已 不是赵无极月千山两个家伙的对手 毕竟他们是二品天行者 但是现在二品天行者 在龙臣面前连炮灰都不算 半个时辰后 两人的灵魂之力逐渐恢复 但是龙臣依旧让他们被泥土封印住 好了 你们要注意了 现在我帮你们炼化这土灵珠 可能会有一点痛苦 你们要忍住龙臣说完 陡然间灵魂之力狂涌而出 两人顿时觉得灵魂之中 一阵剧痛 第899章巨型头骨 啊 即使两人提前得到龙臣提醒 依旧感觉浑身旁腐灵魂 要被撕裂一般 发出一声惨叫 原来龙臣输入给两人的灵魂之力 被土灵珠给偷去了一大半 但是龙臣的东西 哪有那么好偷 一向只有龙臣偷别人的 再次证明 偷龙臣的东西 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 土灵珠之前 偷龙臣灵魂之力的时候 龙臣非但没有阻止 更是配合他 把自己最精纯的灵魂之力 送给他 而那些灵魂之力 进入土灵珠体内 就开始急速扩散 融入土灵珠的体内 这土灵珠 乃是天生天养的灵物 因为在古塔内 受到滋养太久了 越发的强大 居然自己诞生了灵质 产生了变异 既然本能的吸取人的神魂 想要滋养自己的灵质 让自己更加聪明 实际上这土灵珠虽然强大 诞生时并无什么智慧 吸取别人的灵魂之力 是出于一种本能 龙臣给他的灵魂之力 他照单全收 龙臣的灵魂之力进来 他就傻乎乎地接纳 全然不知龙臣的灵魂之力 在进入他体内之后 直接渗透到了 他的本源之力之中 与之混合到了一起 成了一团江湖 结果时机成熟之后 灵魂之力爆发 全力回收 直接将灵魂之力 连带住土灵珠的本源之力 带回来了 除了灵魂之力 倒灌石海 同时无尽的土之力 疯狂地涌入二人体内 两人感觉灵魂和身体 都要被撕裂了 不停地惨叫 叫毛 你们还好意思叫 不是为了变强 连命都可以不要了吗 这点痛处算个毛 龙臣怒道 你们不是不听话吗 龙臣故意不肯放缓 吸收速度 甚至不去压制土灵珠的反抗 故意让两人受罪 龙臣自从听到 他们二人单独行动 心里就一直惦记着 如今两个人活着 不折腾一下他们两个 他都觉得对不起自己 两人听到龙臣的话 真的不好意思叫了 死死地咬着牙 可是实在太痛了 肉 身与灵魂的双重痛楚 痛得他们眼珠都要凸出来了 额头上青筋 蹦得老高 问 终于土灵珠发觉不对了 开始疯狂地反抗 这个时候龙臣不得不用灵魂之力 去压制他的挣扎 否则那恐怖的力量 真的会把他们给活活撑爆 别咬牙瞪眼了 赶紧吸纳能量 聚拢到根器之上 以后你们就是专属性 强者了龙臣提醒到 两个人这个时候 不光需要忍受痛楚 更需要集中精力 吸收圆圆不断喷涌而来的 土质能量 一个时辰后 他叉一声 那的巨大的圆球碎裂开来 土灵珠的力量 全部被龙臣灌输给了宋明远和李奇 龙臣自己也感到一阵疲惫 这土灵珠不愧是快成了精的存在 体内的土系能量浩瀚如海 他的灵魂之力消耗非常大 才把他搞定 宋明远和李奇并没有让龙臣失望 两人立刻展现出了土系强者的状态 两人如同烂泥一般倒在地上 跟死狗差不多 这场酷刑差点让他们速度昏厥 但是为了更强大的力量 他们都挺过来了 老大 对不起 两人恢复李奇说话后 依旧开口说的是这句话 两人羞愧欲绝 龙臣下来找他们 让他们又感动又难过 没事 看你们两个呲牙咧嘴的模样 我心里就舒服很多了 其他的事就不要再说了 龙臣说完 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如今两个家伙已经平分了 土灵珠的恐怖能量 两个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土之力 龙臣忽然改变主意了 本来是想让东荒中带他们出去的 如今这两个小子 有了这个能力 何不让他们挖的洞出去 可能需要费不少力气 也就当是对他们有组织 无纪律的惩罚了 龙臣 出去的问题 你不用管 帮我个忙 下潜到深渊底部 我要弄清楚万古路发生了什么 忽然龙臣的脑海中 响起了东荒中的声音 不会吧 我下去要被空间之刃 切成肉酱的龙臣一惊 没事 有我保护你 不过我不能单独下去 很多事情没有搞明白之前 我不已展露真身 所以需要你帮忙 东荒中道 那个您可优住点 我就这么一条小命 可是很重要的 您别给我折腾没了 龙臣苦笑道 你们两个先休息一下 我出去一趟 一会儿就回来 说完不等二人回话 龙臣就已经飞奔出塔 缓缓向下方落去 其实龙臣也想知道 这深渊的底部 到底有什么秘密 上次淤冷月延 跌入深谷的时候 龙臣隐隐约约 看到了一条无比恐怖的锁链 具体的并没看出什么 就赶紧逃命了 这次龙臣继续下落 恐怖的锋刃越来越强大了 一道又一道 但是这次不用龙臣抵挡 身前浮现出一道光幕 直接将那些飞来的空间之刃 纷纷震碎 随着继续下降 空间之刃越来越强大 每一道都有树杖长 竟然把空间都撕裂了 龙臣看住不经头皮发麻 这种强度的攻击 龙臣也承受不起 又下降了一段距离 下方简直是一片死亡领域 无尽的空间之刃 来回击撞 空间不停地轰鸣呼啸 龙臣感觉阵阵头皮发麻 那些巨大的空间之刃 宛若山岳一般大小 撞在龙臣身前 波纹激荡 龙臣生怕冬荒忠顶不住 他会一瞬间被斩成激粉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冬荒忠非常的可靠 那道光幕任由恐怖的空间之刃 来回激荡 依旧保护着龙臣 终于 深渊底部越来越近了 但是冬荒忠却让龙臣贴着石壁下滑 那些石壁被空间之刃挤压得异常坚固 龙臣就那么缓缓下滑着 又穿过了一片更加狂暴的空间之刃的海洋 龙臣终于看清了深渊的底部 可是当看清之后 龙臣感觉头皮一下子炸开了 因为龙臣骇然发现 他背后的陆地竟然是悬浮在空中的 在下方是一片无边无境的血色之海 那血海之中 无境的血气 在不停地翻腾 即使是龙臣的定力 依旧觉得恐怖无比 在血海之中 一道又一道巨大的锁链 链接着一个又一个陆地板块 锁链之上 竟然还偶尔有纹路亮起 诡异异常 继续向前 东荒忠给龙臣指了一个方向 龙臣继续向前飞去 从无境的血海之上飞过 龙臣看住下方寂静的血海 龙臣闻到了刺鼻的气味 血 绝对是血 有人的血 也有魔兽的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有如此多的血 而且龙臣在血海上飞行 就像是一只小小的苍蝇 横渡大海 一切都太大了 后来龙臣发现 自己的速度越来越快 应该是东荒忠不满意自己的速度 帮他加速了 一道又一道漂浮的陆地 在龙臣的头顶急驰而过 龙臣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这么快的速度 如果撞上去 他要被活活撞死的 那是一种极度危险的速度 呼 不知道飞了多久 龙臣的速度被缓和了下来 按照东荒忠的吩咐 龙臣贴着一块大陆的烟壁 缓缓向前移动 到了大陆的尽头 龙臣抬头向前一看 那是什么 龙臣大海 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祭坛 祭坛连层无数的锁链 在祭坛之上 有着一颗 如同山岳一般大小的头颅 看样子 那是一个人的头骨 只是太过巨大 看住十分骇人 那个头骨悬浮在祭坛之上 微微地旋转 随着他的旋转 诡异的符号在空中生腾 龙臣甚至能够感觉到 一股奇异的能量 正沿住锁链涌入祭坛 然后被他吸收 龙臣一脸惊骇地看住 这个他从未敢想象的画面 就在这时 那巨大的骷髅头骨 缓缓旋转 竟然面对着龙臣 龙臣看住 那个巨大骷髅双目之中 竟然有蓝色的火焰流动 彭腐眼睛一般看向龙臣 陡然间 龙臣头皮一瞬间炸开 头发根根倒数 一股强烈的死亡威胁 充斥在他的心头 他看到我了龙臣大害 因为他直觉感应 那个骷髅已经看到他了 问 忽然间一道光芒 从那个巨大的骷髅双目之中发出 龙臣立刻感觉到死亡的绝望 他被锁定了 那是一种无法抵挡的力量 双方差距太大了 就好像一只蝼蚁 对抗一头蛮象 那种差距让人绝望 走 轰 一声暴响 龙臣藏身的巨大板块 被恐怖的一击崩碎 龙臣甚至以为 自己也被一击秒杀成鸡粉 陡然间眼前的画面一变 他竟然出现在原来 跳下深渊的地方 同时宋明远和李奇 也一脸茫然地出现在龙臣身边 之前看到的一切 好像是一场不能再真实的梦一般 前辈 忘记你看到的一切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更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这一切不是现在的 你能够参与的 东荒中沉生警告道 龙臣心头震撼 恐怕自己接触到了 什么可怕的秘星 所以东荒中才如此警告 龙臣点点头 这种事情多想无意 徒子乱了本心 钱翠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就在这里直接给二人 服下先天三品天道果 并吞下几品退凡灵液 然后趁着一边还在 让两个人赶紧渡劫 进入屁海境 两人并没有让龙臣失望 出海达到了八千里 这是一个出乎龙臣意外的结果 本来以为二人达到七千 已经是极限了 想必是跟土灵珠沾光了 当两人晋升了屁海境后 龙臣带着二人 直接向梦奇所在地奔去 如今龙血战士终于凑齐了 龙臣的心思彻底安定了下来 接下来该是炼化真龙精血的时候了 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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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连